一款新级即将到来之际,网上肯定会出现铺天盖地的消息,特别是曝光图之类的消息,可以说非常非常多。 而最近网上就一直在曝光360N7 Pro的一些消息,虽然官方出来辟料的,但曝光的消息依旧不断,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,越来越多的消息都指出360的下一款新机快来了。 其实我们不难看出,人们对新机的期待值还是挺高的,或许是因为360手机经常把性价比作为主打方向的原因吧,毕竟一款性价比高的手机还是很受关注的360,自从进入手机市场之后,经常把性价比作为主打。 而且还有很多网友调侃说,360就是下一个小米,其实我们也能看出来,360手机的风格和小米还是不一样的,特别是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款360N7,以性价比加大电池为主打,当时发布的时候还是吸引到了不少消费者。 但随着新机的消息越来越多,360N7会怎么样呢?如果360N7 Pro真的发布了,那么360N7这款手机肯定是要降价迎接的。 再加上有消息传出360N7 Pro会搭载骁龙710处理器,想必会直接对标小米8SE,但目前的可信度还不是特别的高,所以我们也就不再说了。 还是让我们回到360N7上,众所周知,360N7是今年上半年发布的一款手机,这款手机被称之为迄今为止最好的360游记手机,虽然有一定的夸张成分在里面,但这也表明了360N7在游记方面的造诣。 其实360N7所搭载的处理器和上代360N6 Pro搭载的处理器一样,都是骁龙660处理器,只不过游戏方面的优化加入的更多罢了。 其实在360N6 Pro上面就已经搭载了游戏加速器这款转介,只不过360N7上面又把它优化了,在这个游戏模式下,可以让360N7火力全开,另外还有游戏免打扰,管理来电等多重措施,打造出一个更加沉浸的游戏体验。 不过以现在的眼光来看,360N7的游戏表现只能说不错,想唱完大型游戏的话,骁龙660处理器还是很勉强的,毕竟骁龙710处理器都出来了,骁龙660处理器也该和市场告别了。 除此之外,360N7这款手机还是一款主打长续航的手机,内置了一块5030毫安时的大电池,无论是日常使用还是玩游戏都能保持长续航。 360N7从发布到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,但在这期间,360N7都没有降价过。 要知道,现在的市场节奏还是非常快低,一款手机能保持几个月不降价,就已经非常厉害了。 不过现在的360N7的购买价值已经不是特别的高了。 尽管360N7被称为中规中矩的千元机,但现在的消费者都喜欢功能强大,外观美观漂亮的手机。 而360N7在外观上的设计还是有点古板的,再加上近期的几款千元机都非常出色,360N7的热度可以说非常小了。 总的来说,360N7这款手机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难得的,不过只是靠性价比还是很难吸引到人的。 毕竟现在的性价比手机有很多,而360想继续在手机市场实诚的话,下一款手机就要做出改变了。 大家觉得360N7这款手机怎么样?